可以粘上了 当我们使用的电烂铁不粘锡怎么办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让你很轻松就可以解决 首先看我这个电烂铁头 前面比较氧化发黑 很严重是吧 然后测试一下 用焊掉焊锡丝来测试一下 我们来看 上面这个焊锡 很不容易融化 就算融化了以后 然后看到没有 一个小球小球的都掉了 它也不让上面粘 然后再焊个电烂板来看一下 往上面弄成焊锡的时候 看到没有 焊锡很不容易融化 出现这种情况 都是因为烙铁头上面有氧化层了 然后它上面这个温度 就不能更好的传递到电烂板上面 这样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不好用 电烙铁头出现这种氧化发黑 不粘锡这种情况 一般它出现这种情况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 长时间给它通电的时候 不使用 然后时间长了后 它就会出现氧化发黑 然后就不占锡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经常使用的时候 用烙铁头烫一些这些塑料的东西 经常烫 烫完之后 这样经常使用也会 把上面的烙铁头给它弄报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处理方法 首先就是先准备一个刀片 然后把上面这个氧化层黑的都给它挂掉 给它挂干净 给它挂干净之后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就是先把电烙铁这个插头给它先拔掉 让它先冷却 好 现在呢 已经凉了 不烫手了 然后呢 把这个插头再给它插上电 插上电以后呢 让它慢慢的升温 在升温的过程中呢 就这样先来测试 试一下 看一下烙铁头能不能粘锡了 现在这温度也上了差不多了 来看一下 可以粘点锡了 但是呢 效果还不算太好 看一下上面已经粘了是吧 可以粘上了 但是呢 想让它效果再好掉的情况下呢 还是一样啊 把这个飞电路板给它拿过来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呢 这样磨擦几下 接着在上面来点焊锡 把这焊锡多来一点 来完之后 就这样一直磨擦 经过这样磨完以后啊 这个烙铁头呢 就能达到一个 非常好用的效果 几乎啊 就像那和新电烙铁头 效果都是一样的 好 这磨完以后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怎么样啊 粘得非常好是吧 然后再来点焊锡 来测试一下 看怎么样 挂上了是吧 这个锡呢 挂的非常的多 是不是 接下来焊个电线来测试一下 先来点焊锡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效果怎么样 怎么样啊 很轻松的 都焊上了是吧 非常的好用 包括焊这个电烙板 也都是一样的 再看一下 很轻松就可以把这个焊点 把它都给焊开 看一下 怎么样 焊开了是不是 这电烙铁 使用完以后呢 不要直接放在那儿 一定要在这个烙铁头 接上给它来点焊锡 把烙铁头 一定让它保护好 这样再放起来 等下次再使用的时候 就会一直特别的好用